见到第一仙 第三千三百八十一章 手段进出 天穷下 轰鸣不断 神灰肆虐 眨眼间而已 苏毅和专于统交手上百次 两者皆是剑修 但 皆远远不是世间寻常剑修可比 可惜 苏毅在修为上和专于统相差太大 在这上百次交手中 几乎每一次都被专于统已高出一劫的霸道剑威汉动 密集的碰撞声如古典炸响 将虚空都震碎出无数裂痕 苏毅身影一次次倒退 脸色越来越苍白 一身气血翻腾不休 绝世道祖的战力原本就处于道祖经最巅峰处 亦如铜镜无敌 再配合黎安剑这等混沌秘宝 让专于统施展出的战力 也恐怖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苏毅纵使以权力出手 也终究还是逊色了一大截 他唇角都在躺写 颇为狼狈 可这一切看在远处一众道祖眼中 却让他们震惊不已 很简单 苏毅在这上百次交锋中撑了下来 哪怕不断负伤 可却未曾被真正击垮 但凡身为道祖之辈 谁能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如今的苏毅早不是在元界时可比 而是拥有了能够和绝世道祖对阵的能耐 诚然苏毅之所以能撑下来 关键在于镇和酒杯无比神异 帮他化解了大半的危机 可别忘了 专于桶所动用的道剑 乃是混沌秘宝 专于桶都不经皱眉 神色愈发装素认真 一身杀鸡也愈发强盛 且 他一声低贺 纵剑上前 无匹剑微呼啸 剑断长空 威压十方 附近时空都在塌陷崩坏 相比之前 专于桶的威势愈发可不朗 一剑而已 镇和酒杯剧烈阵战 由镇和酒杯演化出的那一道 缭绕在苏毅身影四周的神环 随之四分五裂 所有人眼前发亮 镇和酒杯的防御力量被击破 哼 趁此时机 专于桶早已挥剑怒斩而至 他一身紫气蒸腾 胸威滔天 这一剑斩来时 将一位绝世道祖的底蕴 极尽显现出来 哪怕在远处观战的那些道祖 都平生扑面而致得压力 心中振战不已 四这等一剑 换作绝世道祖 都不敢应当 可就在这一剑斩下时 在苏毅头顶 却有一个神秘的大虚浮现 大虚深沉 涌动天浅光雨 当出现时 整个万恶结地随之一震 那天穹深处 早已陷入沉寂的周虚规则 竟是在这一刻产生异动 竹心和维茨 脸色顿变 之前判官出手 让任何人都 无法再御用周虚规则 难道苏毅 还能破了这种封禁力量不成 刚想到这 就见天穹深处呼得 有一抹神秘飘渺的 金光一闪 顿时 那产生异动的周虚规则力量 又都被压制下去 重新陷入沉寂 同一时间 专于捅的一剑斩 在那一座大虚异象上 哄 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响起 大虚四分五裂 溃散如潮 苏毅的身影 骤然倒退数十丈之地 渴出一口血来 在其头顶 命书悬浮 光与晦涩 之前 若不是命书显化的 天潜命虚之力 仅仅指这一剑 都能危及苏毅性命 饶事如此 他还是被重伤 那就是命书 场中一阵骚动 所有目光都死死盯在命书上 眼神炙热 在命和起源 命书的存在 简直就像一个 缥缈的传说 别说一般人 就是像维辞 专于报这些身份超然之辈 都未曾亲眼见过 而在传闻中 命书藏有和命运有关的 诸般禁忌之秘 是一剑足以令天潜者 都忌惮三分的至宝 命书嘛 即便拥有此宝 也就不了你 专于筒凌空踏步 再次挥剑沙来 苏毅的难缠 也出乎专于筒的意料 可越是如此 专于筒的杀心就越重 而此时 苏毅不退反进 一刹那间连续动用两种压箱底的手段 枪 盗袍小人 驾驭直尺剑 突兀出现在专于筒头顶 剑锋笔直刺杀而下 而一口心命道剑 则骤然间掠入专于筒的心境 斩向其心魂 两种手段 一气呵成 同时发生 饶视专于筒这样的绝世道祖 也被杀了一个措手不及 指挥剑挡住直尺剑 心境则遭受到冲击 专于筒脸色顿变 而苏毅早已暴杀而来 镇和酒杯轰鸣 命书流淌混沌般的光雨 这一切力量 尽数凝聚于沉沙短脊之上 怒劈而出 哄 那片区域塌陷崩坏 光焰直冲天上地下 伴随一道闷哼声 专于筒的身影 在肆虐的烟霞中倒退出去 它肩骨断裂 血肉磨火 整条左臂都被削掉 而苏毅手中的沉沙短脊 则断为两截 这件磨损严重的宝物 或许曾是混沌秘宝 可因为缺失本源力量 在和黎安健的碰撞中被毁掉 这老家伙竟如此难缠 苏毅眉头紧皱 之前那一击 他本以为 哪怕杀不了对方 也足可重创 不曾想 却仅仅只斩了 对方一条胳膊而已 这样的伤势 对一位绝世道祖而言 根本不算什么 为此 竹星等在附近略阵的道祖 一个个脸色都变了 没人想到 一直处于劣势的苏毅 竟能够伤到专鱼筒 若无与之对应的实力 也难以发挥 那些外物真正的威能 专鱼筒神色冰冷 随着他周身气机流转 左臂重塑而成 浑然再看不出任何伤势 哼 专鱼筒再次出击 气势凶悍霸裂 几乎同时 苏毅也已出手 他直接换上木剑九三 周身环绕镇盒酒杯 头顶悬浮命书 将一身道横 极尽释放 易如拼命 而道袍小人 则驾驭称心如意 演化为直尺剑 天增刀 窃天钩等不同形态 配合苏毅一起出击 一时间 苏毅虽然依旧 不断被镇伤击退 可却硬生生撑住了 这一切 看的那些观战者 都不禁瞠目 那莫非是一件古仙兵 否则威能为何会如此神异可怖 维茨死死盯着道袍小人 震惊发现 这道袍小人每一击 皆有奇异的鲜光飞洒 威能恐怖 帮着苏毅多次化解致命的攻击 最神妙的是 那件宝物 竟能演化为不同的形态 释放出种种不可思议的神通 只看品相和威能 分明都不弱于混沌秘宝了 这次手中的底牌 可真够多的 专于抱眼睛发红 它都被惊到 没想到苏毅身上的秘宝如此之多 命书 镇和酒杯 还有一个显化出气灵的神秘如意 每一件拿出去 都能震惊天下 引发天谴神族哄强 可如今 却都被苏毅一人执掌 这让谁能不嫉妒 猛的 一道钟声突兀乱诈响 众人浑身一哆嗦 心境都遭受影响 在看战场中 苏毅不知何时 又寄出了一口 裂痕斑驳的神秘道中 原来是 他在原界得到的一口神秘道中 一件残破的混沌秘宝 专于抱一眼认出来 道中威能很恐怖 当场杀了专于筒 一个措手不及 直接被盗袍小人一箭划破背脊 留下一道血淋淋的伤口 专于筒又惊又怒 苏毅则笑道 宝物多一些 还是有好处的 不是吗 他以负伤累累 一袍染血 伤势很重 可厮杀到现在 却不曾有任何退缩 反倒欲战欲勇 气势凌利 你以再劫难逃 宝物再多 最终也将成为我等的战利品 专于筒杀气腾腾 彻底被激怒 拼尽所有出手 一时间 战况愈发激烈 这是一场 注定足以载入史册的 旷世大战 可惜 真正能亲眼目睹的 并不多 也不知足书最终能否获胜 专于抱脸色阴沉 久攻不下 让他暗暗交集 本以为收拾一个命官而已 在对方无法借用周虚规则的情况下 必可以守到擒来 可直至此刻 他才深刻体会到 作为命官的苏毅 是何等难缠 嗯 冷不丁地 专于抱眼前一花 下一刻 就见维茨和竹心的身影 齐齐出现在了战场中 维茨 既出周天解塔 一击之下 就将争鸣中的力量压制住 同一时间 竹心催动雷阀旋逐 演化出一轮 皎洁冰月般的光轮 释放出霸道无边的雷阀力量 一举将盗跑小人的攻势 死死压制住 这一切都发生在 电光石火之间 让专于抱和其他盗组 都感到猝不及防 可专于筒却似未卜先知 在维茨和竹心 出手那一瞬 他也骤然施展 压箱底的杀招 哄 黎安剑 带起一抹耀眼的紫色光焰 以无可匹敌之势 展向苏毅 这 绝对堪称是 专于筒最得意 最强大的一剑 速度之快 威能之恐怖 远超之前 一瞬之间 争鸣中 盗跑小人 皆被压制 本就是一个大变数 而专于统治治强一剑 更是恐怖到极致 哪怕苏毅早有低防 都不禁眼眸一鸣 碰 镇合酒杯 被破开一道防线 命书哀鸣 剧烈摇晃 那霸道的一剑斩来 直接把苏毅整个人轰飞 骏拔的身影 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 鲜血随之如溪流般 蹦践飞洒而出 这一剑 竟是只差一线 就把苏毅的盗躯 活生生劈碎 第3382章 生死是小 陪军走一遭 而专于筒 根本没有停留 一剑得手 紧跟着第二剑 以破杀而至 好 专于豹激动地叫出声 一刹那 乾坤扭转 大局可定 可就在这一瞬 专于筒脸色却猛地一变 展出的一剑猛地改变方向 朝一侧展去 哄 虚空中 一片燃烧的红莲花瓣飘洒 在这一剑之下 凋零消散 专于筒暗呼不妙 上当了 一道火焰神印已从天阵杀而下 那神印的微能之圣 才刚出现而已 就凤然虚空 炼掉附近山河 一击之下 专于筒虽然在关键时刻 以黎安剑抵挡 依旧遭受到重创 躯体都被漫天神焰笼罩 整个人被那砸的 退出数百丈之地 破 他大口咳血 脸色蜡白 那躯体上燃烧的火焰 极端诡异可怕 烧得他肌肤焦黑 血肉生机遭受严重侵蚀 这出其不意的一幕 也让竹心和韦慈皆是一惊 旋即就看到 在苏毅身前 多出一道倩影 一袭黑衣 雪白的长发 扎成一条长辫 面容遮掩在一层面纱之下 只露出一对淡漠冷酷的金色眼眸 赫然是太号鲸鱼 天前者太号琴仓的妹妹 一个战力极端恐怖的传奇女子 若说寻常盗祖 远远无法和爵士盗祖相比 那么 在太号鲸鱼面前 爵士盗祖也逊色一简 此时 太号鲸鱼一手虚脱火连印 出现在场中时 那一身涌动的杀鸡之重 让附近天地都在剧烈阵战 便是维慈和竹心 都不禁眯了眯眼眸 太号鲸鱼 你可知道他是谁 你若帮他 就是再给你们太号氏 招惹灾祸 专鱼豹猛的大鹤 玄黄神族的下场 就是你们太号氏的前车之剑 他极为愤恨 气得牙快咬碎 因为刚才就差一瞬 就能将苏毅镇压 却偏偏地 被这突然杀出来的 太号鲸鱼破坏 让谁能不起 太号鲸鱼 直接无视了专鱼豹 他扭头看着苏毅 为何不动用 我赠你的那一张底牌 在进入海眼截须之前 他曾把一个金色玉盒 交给苏毅 其中藏有一件保命底牌 可让太号鲸鱼 恼火的是 这家伙都已处于这等处境 却都没有动用那张底牌 若不是自己及时赶来 怕是早已没命 苏毅擦掉唇角血字 随口道 没必要浪费在这些人身上 说话时 他一身伤口悄然消失 那是涅槃之力 在发挥妙用 不过 因为伤势太过严重 眼下消失的 仅仅只是皮外伤而已 太号鲸鱼 深深看了苏毅一眼 接下来 你跟我走 他有一肚子话想说 可眼下的局势 却让他只能忍住 走 就凭你一人 还妄想从我们手中就走命关 唯词冷冷开口 竹心面无表情道 便是你兄长太号秦仓 在我夜街一脉的地盘上 也不敢如此放肆 我敢拼命 你们敢吗 太号鲸鱼眼神淡漠 夜街一脉或许厉害 就是不知道 有多少个不怕死的 一下子 在场众人皆皱眉 之前的时候 太号鲸鱼就曾在举霞山拼命出手 从维辞 专于同等人的联手中 杀出一线生路 自然的 谁都清楚 这女人战力是何等可怕 性情又是何等疯狂 不必拼命 咱们只需前往举霞山便可 苏毅说着 拿出那金色玉盒 递给太号鲸鱼 物归原主 才能发挥其用 太号鲸鱼没说什么 直接收在掌间 听听 这丝竟还妄想前往举霞山 这分明是根本不把我等放在眼中啊 专于暴怒即而笑 你一个原始竟小东西 有什么资格让我放在眼中 太号鲸鱼不屑开口 吃 他随手一弹 一缕火莲光雨击射 朝专于报眉心刺去 专于报大金 专于捅第一时间挪移而至 挥剑挡住这一击 而太号鲸鱼已经大打出手 混沌秘宝火莲硬腾空 犹如神山压顶 直接朝竹心轰去 几乎同时 苏毅也已出击 紧随其后 命书正喝酒杯 盗跑小人 尽数呼啸而出 不求杀敌 为的是突围 去 竹心大秀挥动 雷伐玄竹轰鸣 演化出巨大皎洁的冰轮圆月 全力进行阻截 维辞和专于筒紧随其后 刹那间一场大混战上演 然而 令竹心 维辞等人吃惊的是 这一刻的太后鸣鱼不是拼命 而是根本不要命了 宁可不顾被击伤的可能 犹如疯狂般催动火连印 掀起亿万火雨突击 几个眨眼间 他已负伤在身 黑衣染血 可眼皮都不眨一下 硬生生带着苏毅 破开一众大敌的阻截 快要杀出重围 快 都一起上 不能让他们逃了 专于爆咆哮 眼睛发红充血 那些跟随他而来的盗族 哪敢怠慢 全都一起出手 加入战局 可这些盗族都没几个顶尖角色 相比爵士盗族更是差得太远 手中也没有混沌秘宝 哪可能是对手 才刚一交锋 不等太号淋于出手 这些盗族就已被苏毅击溃 完全不堪一击 专于爆气的直哆嗦 他第一次发现 那些盗族竟这般不堪 倒不是因为那些盗族实力不行 而是专于爆清楚看到 那些盗族在出手时 完全没有任何斗志 才刚一接触 就溃不成军 分明就是在演戏 那些盗族心中也很优越 这等层次的大战 顶尖盗族前往也是送死 更何况是他们 可专于爆却不知好歹 游子让他们出战 分明就是想让他们当炮灰 谁又会傻乎乎真的去拼命 这就是乌合之众 看似为专于爆笑命 实则和专于爆根本就不一条心 事实上 太号云爵这次带的那些盗族 也无不如此 这个小插曲一闪而过 而场中的大战 愈发激烈起来 随着太号铃鱼一人当先冲杀 以硬生生把战场位置 推移了数千里之远 一路每当快要突围时 就被那些大敌 死死地纠缠上来 太号铃鱼不断负伤 却根本不在意 杀法果断 一往无前 苏毅也终于明白 为何黄红耀会说 太号铃鱼一旦疯狂起来 会无比可怕了 他连自身性命都不在意 又怎会有任何顾虑 而竹心 维茨二人 展现出的战力之强大 也让苏毅心中凛然不已 维茨看似是个小辈 可毕竟是判官的大弟子 论身份 甚至远在许多老古董级道祖之上 他那一身战力之强 完全不逊色于绝世道祖 而最强大的则是竹心 这位护刀大长老 站立之强大 游在维茨和专鱼筒之上 若非如此 仅凭维茨和专鱼筒二人 根本不可能拦住太号铃鱼 和自己的联手 哄 又是一次激烈的争锋之后 太号铃鱼突兀的一仰手 金色玉盒被抛出 伴随砰的一声炸响 玉盒内有一道青色 符罩掠出 符罩才刚出现 就化作无数青色剑气 像风暴般席卷扩散 碰 竹心的身影一个亮枪 身上出现一道道剑痕 鲜血淋漓 维茨发出一声闷哼 被一片青色剑气 轰得飞出去 蹊跷躺险 专鱼筒更惨 之前就已被太号铃鱼 击成重伤 眼下又被密密麻麻的 青色剑气轰击 刹那间就化作一个血人 伤痕无数 道区都变得残破不堪 那些青色剑气 尾时太过神异 微能恐怖 将这天地 撕出一道道巨大 如沟壑的裂痕 剑气所致 无误不破 苏毅一正 平生一抹熟悉的感觉 玄疾就明悟过来 因为那剑气中 分明蕴藏着涅槃之力 几乎同时 苏毅心头 响起太号铃鱼的声音 这是当年削减赠我的保命底牌 被她取名青丝影 情丝如青丝 丝丝结情网 太号铃鱼的嗓音 悄然间多出一抹怅然 在以前 我纵使死掉 也不舍得动用的 声音还在苏毅心头回荡 太号铃鱼 早已带着苏毅 趁此时机 杀出重围 全力朝举峡山的方向掠取 那漫天青色剑气 也随即在虚空中凋零 追 竹心脸色铁青 和维辞 专于捅全力追击 哪怕都已负伤 也完全没打算放弃 片刻后 远远的 已经能看到 那一座 仿若托起半天 瑰丽云霞的举峡山 你确定 杀上举峡山 就有转机 太号铃鱼传音问道 苏毅抬眼望向 那举峡山之巅 道 即便不去举峡山 也有转机 我之所以前往 是为了破镜 太号铃鱼不禁惊愕 听着小命官的口气 似乎有有底牌 刚想到这 远处那举峡山前 护得有一群身影 冲销而起 挡在了那 密密麻麻 足有数十人 为首的 赫然是判官二弟子宇庚 跟随他一起前来的 既有多位堪称 活化师级别的 护道长老 也有一批 道祖近世道者 整个业劫一脉 最顶级的战礼 几乎是清朝而出 早已等候在那 举峡山前了 当看到这一幕 竹心 维慈等人 一个个眉梢浮现喜色 心中大定 这一次 且看他们往哪里逃 还要去吗 太号铃鱼 语气罕见的 变得凝重起来 若继续前往 可真就和自投罗网 没区别 当然 苏毅回答的不假思索 那飞仙台 是他无论如何 也要去的地方 不容错失 好 我陪你去走一走 太号铃鱼很果断 没有什么忧虑和忌惮 仿佛苏毅若说 一起去赴死 他也不会皱一下眉 不容忧 不容忧 不容忧